1972年12月 美国阿波罗17号 在完成了人类第六次登月任务后 安全地回到了地球 单令外界 十分不解的是 此次降落 并不像前五次一样 打张旗鼓 相反的 美国人一直对这次登月行动 讳莫如深 不仅如此 自从阿波罗17号之后 人类就再也没有登上 近在咫尺的月球了 这一谜团困扰了外界很多年 直到2007年 一名叫威廉的人 突然发布了一条视频 他声称自己是退伍空军 还表示美国之所以停止登月 是因为他们在月球的阴暗面 发现了一句还在呼吸的女尸 也正因如此 一些声音传了出来 称中国的长恶 有可能不仅是神话人物那么简单 而在威廉的视频 引得万众瞩目后 他又突然表示 除了这句女尸之外 当宇航员进一步探索时 还发现了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美国在月球背面还发现了什么 而威廉的言论又是真是假呢 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 众所周知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苏两国为了夺得话语权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冷战 不过 在面对冷战时 两国的做法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美国主要奉行的是 中产阶级与精英基层 用经济手段与对手展开竞争 而苏联则是调动全体人民 依靠举国之力研发科学技术 这也正是在冷战前期 美国一直被对方吻压一头的原因 然而 随了1957年 苏联将人类历史上低媒人造卫星发射上天 为了让美国看到了 动举国之力搞大工程的好处 所以在将争夺重点放在航空领域的同时 美国也开始谋划一盘大击 为了让底层民众也能参与到局势当中 美国动用了大量的宣传力量 电视台推出了很多有关航空 或科普或科幻的电视剧 书店中太空题材的文学作品 也瞬间占据了最醒目的位置 而在这样的宣传之下 美国国内自然刮起了一阵 全民向往太空的风潮 在所有力推的文学作品中 一名叫罗伯特的作家 可以说是借着这股太空风飞到了顶点 因为早在1948年 他的一篇小说就描显了太空上位 与外星人在月球展开空间大战的桥短 而在美国决定与苏联在航天 领域展开争夺时 这本小说更是成为了他们登月计划的灵感 就这样 美国前前后后投入了上百亿美元 终于在1968年 让阿姆斯特朗说出了那句名言 而在此之后 他们又在短短四年里 接连完成了六次载人登月任务 然而 美国民众怎么也不会想到 阿波罗17号竟会成为人类登月的绝唱 其实按理说 彼时的苏联已经随着火箭大王科罗料夫的离世 逐渐开始在航天领域趋于劣势 所以美国完全没有停止这项计划的道理 但实际情况却是 自从阿波罗17号回归后 美国黑不提白不提的降级了 航天领域的优先性 与此同时 还撤下了大量有关航空的文艺作品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咱们一开始聊到的 别说是美国民众了 全世界都被美国的操作搞得一头雾水 直到那名叫威廉的退役空军 在35年后发布的视频 才让外界对美国放弃登月 有了别样的解读角度 当然 伴随着威廉发布的视频 大量阴谋论与参议也冒了出来 威廉在视频的配文中宣称 他其实是阿波罗20号的宇航员 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这些绝密集的资料 在阿波罗17号登陆月球的过程中 宇航员曾与地面短暂失去过一次联系 当然 这只是美国官方的说法 实际上 这些宇航员是前往月球背面 执行特殊任务权 简单科普一想 与很多卫星一样 因为距离地球太近 所以 月球被地球的引力潮汐锁定了 而这也就导致它失去了自转的能力 换句话来说 月球只有一面朝向地球 而另一面 则永远藏在人类看不到的位置 威廉表示 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 当时发现了一个 足有4000米长 500米高的飞船遗迹 他们原本以为 这艘飞船内部会空无一物 但当他们踏入其中后 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现象 首先 在飞船发动机的外部 包裹着很多类似于爬山虎的植物 与此同时 整个飞船的内部墙壁 都被均匀地涂上了一层 像是硬药膏的黄色粘稠液体 其次 在他们来到驾驶舱后 竟发现了两个人型的尸体 可令人遗憾的是 或许是遭遇的撞击太过剧烈 其中一具尸体已经支离破碎了 不过 值得庆幸的是 由于另一具尸体被某种保护机制覆盖 所以它保持了完整的样子 而从其披肩长发也能分辨出来 这具尸体生前很有可能是雌性 然而 就在宇航员们准备近距离接触这具尸体时 却被吓破了它 原来 随了宇航员的近距离观察 他们发现尸体长得竟和人类大同小异 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现这具尸体并没有死透 其胸口正有规律的一洗衣服 就像是呼吸一般 与此同时 其口鼻等部位 还有很多像是人类血液一般的液体 不过 女士安详的面部表情 还是让宇航员们感到不孩而立 也正因如此 面对如此诡异的情况 宇航员们本想逃离 但考虑到这一发现十分重大 所以便忍着惧怕的内心 将尸体搬回了飞船 然而 此时出现了令宇航员们更为惊讶的事情 他们刚将尸体从座位上架起来 就发现尸体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衰老现象 在此之前 尸体的皮肤看起来很有弹性 从年龄上判断 就和三十多岁的人类女性差不多 可就在将其搬回一进入口的功夫 女士就变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妇 不仅如此 其此前所谓的生命活动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根据威廉口述 那些涂抹在飞船中的黄色黏液 很有可能就是 女士能够拥抱青春的秘密 就这样 在登月舱内部 宇航员对三眼女士进行了解剖 并拍摄了威廉此次流出的视频 毫不夸张地说 解剖月球女士的视频 彻底颠覆了美国人对外星人的认知 因为或许是宇航员过于紧张 他们在解剖前 竟没有发现这具女士竟然长着三只眼睛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视频时间并不长 但足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女士的长相 当然 这也正是猜疑生最集中的区域 有人声称 威廉根本就是一个通过贩卖假视频 不认眼球的骗子 而他之所以发布这个视频 是因为他想通过这一女士 塑造出百种人与外星的联系 从而达到某些高高在上的目的 然而 就在这种声音被广泛接受的时候 一些美国专家的调查报告 却可以说掌握了他们 原来 根据女士的面部特征 专家们还原了他生前的样子 他们表示 从无关的排列上来看 女士长着较为细长的单凤眼 眼窝并不深 鼻子也不挺拔 与此同时 其皮肤也呈现出了一种发黄的颜色 要知道 具有此种容貌特征的 一个是早已灭绝的玛雅人 一个是亚洲北部的蒙古利亚人 追根溯源地讲 这两种人都算是黄种人 而反对的声音正是基于这点 表示以 昂格鲁萨克逊 人为主体民族的美国 为何要找一个黄种人特征的外星人 作为佐证自己高高在上的工具 就在此时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他们称这名长着三只眼睛的外星女士 很有可能从侧面说明了 中国的嫦娥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神话人物 因为根据记载 嫦娥是偷吃了西王母的长生不老药 从而逃到月球 被求于广寒宫的 所以这一女士被发现时 待在一个巨大的遗迹中 以记容貌维持多年不老完全能对上 当然 这种言论毕竟无从靠正 美国又没有专攻中国神话故事的专家 所以 相比于三眼女士的来历 美国民众的热情 很快就被威廉几天后发布的第二则言论吸引了 威廉表示 其实除了女士与飞船遗迹之外 宇航员还在月球背面 一个叫做一号站点的地方 发现了大量的黄金零件 而根据这些零件上独有的印记可以看出 其和早已消失的根达亚文明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更令人惊奇的是 根据同位素检测 美国专家发现三眼女士所在的飞船 在月球上至少待了一万四千年 而这与根达亚文明为数不多的记载 称该文明在公元前 12000因为地质巨变负面 只有两名先知侥幸逃脱 也完全能对得上 与此同时 一些考古学家也表示 一些根达亚文明的壁画中 民众额头上确实有一个不明所以的印记 起初他们还以为是宝石之类的装饰物 可现如今 三眼女士似乎也能佐证这一点 然而 就在美国民众因为此类言论陷阵思时 一些比较理性的人也站了出来 他们表示 威廉确实是一个骗子 原因很简单 首先威廉上传的视频 虽然有足足20分钟 但其却只拍摄了科研人员与手术台 并未过多拍摄解剖场地 因此 这一视频显然是不仅拍摄的 其次 身为最顶级的科研人员 他们在解剖女士时 竟然不戴外科手套 如此粗心大意 只可能是演员部专业造成的 与此同时 一名在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美国之所以在阿波罗17号后 再也不进行登月行动 并不是发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而是因为入不敷出 要知道 包括航天计划 登月行动 本就是冷战中 美国为了制衡苏联的产物 而随着苏联逐渐在该领域落入颓势 再加上月球实在是太过贫瘠 凭人类现有的技术 又很难在上面建立基地 所以他们在尽行动者百亿美元的投资 无疑就是做赔本生意 到此为止 这次三眼女士的事件也告一段落了 而根据美国电影界一名道具师提供的资料 三眼女士的造假 甚至达到了60万美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莲为了滑动取宠 可谓是下了血本 当然 或许是博人眼球太过失败 亦或许是赔上了家底的缘故 总之 在被无情的揭穿后 美莲也消失在了美国网络上 并且直到今天都没有回来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